签名党主席宋楚瑜参选了 2012年总统失利 今年他已经70岁了 回过宋楚瑜的从政之路 从省长到参选 2000年跟2004年的 总统副总统 到后来选台北市长 还一度宣布要退出政坛 宋楚瑜这回再战总统大选 可是又落败 所以将可能是宋楚瑜的最后一战 谢谢乡亲 对我们很多的 这些支持 同关心 谢谢你们 谢谢 激动感谢群众 宋楚瑜再战总统大魏 再次失利 回顾18年前 宋楚瑜是台湾第一位省长 也是最后一位 这把宋楚瑜推上人生最高峰 让他在政坛扎下生根 省长期间 300多个乡镇走透透 当时李登辉和他情同父子 一路相挺 七三五年前来 这没感到是感官的 但后来李登辉宣布动省 让两个人关系解冻 到2000年决定站出来选总统 全位国民党希望由连战接班 宋楚瑜只好自己创立亲民党 和张昭雄搭档 参选2000年总统大选 但最后票源被瓜分 由民进党陈水扁拿下政权 四年后连送合体还打出悲情牌 要向群众来下飞 进到下跪和群众败票 但最后还是不敌陈水扁两颗子弹 两年后宋楚瑜仍不放弃 继续出来竞选台北市长 虽然拿下无关多票 得票率只有4.14% 惨败给国民党派出的好龙斌 放话退出政坛 不过在四年后也就是2012 不顾兰因反对声浪 为了让自己创立的亲民党 能永续发展 创党元老宋楚瑜再出来竞选总统 遇过这场也是宋楚瑜的最后一战 记者综合报道